嗨,大家好,我是李貝 我們學習 不是,閱讀 這個呢 這是什麼? 這是西遊記 這個是 Journey to the West 對嗎? 你知道這個故事嗎? 這本小說 就是 都留在我的桌子上 對嗎? 也就是那個 有四個人物 四個人物在哪裡? 四個人物 這兒 一個是孫悟空 孫悟空就是猴子王 還有 OK,藤僧 藤僧在這兒 也許我應該 把攝像頭 這兒,這個比較好 藤僧 這是什麼?這也是他的名字 對吧 還有珠八戒 還有 蛇和尚 OK 五鏡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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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跟你 推薦你們 我想跟你看一看 這個故事 偶爾 出現在考試上 我覺得 在其他的語境中 可以遇到他 所以 OK 我們看一看 這是簡化的版本 對嗎? 他們說什麼? 縮寫 或者 五張愛 五張愛閱讀版本 OK 所以 你這外無章愛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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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disabled parking 不, disabled access 這是 disabled reading 哈哈哈哈 kind of like that 美猴王出现 美猴王 presumably this is the monkey king you see I think it's okay I don't want to make it too big or it's too how's that maybe that's as good as it's going to get okay 明示导读 化过山上的石头 崩裂 石猴 横空出世 寻得水 水莲破 安身 石猴被 尊为美猴王 美猴王 拜 我 拜被 提 祖师 为师 取名为 孙悟空 孙悟空 机灵 聪会 写得 写得 其时而 变化 和 什么 就是 我 不知道 什么 都云 这 这 这 空 空 为 为何 会 被 赶上 赶下 山 为何 会 被 这个 汉子 提祖师 顶嘱 以后 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不许说 是他的徒弟 话说盘古开天辟地之后 经过数千年的演变 世界逐步分为四个大洲 分别是 东盛神州 西牛鹤州 南瞻部州 北巨卢州 相传在东盛神州 有一个名为奥莱国的小王 这个小国临近大海 海里有一座山 被当地原称为花果山 话说 那花果山 花果山 山是 简峭 山清水透 其风淋漓 这里的气候 十分疑人 十分疑人 树木 苍翠 珍惜 药 海 遍地 都是 林中 海边 部 海边部 悲情走兽 在花果山的山顶上 树立着一块石头 高三丈六尺五层 方圆两丈四尺 石头表面 还有一些小孔 蒙地 看上去 蒙地 看上去 好像是 谁 刻意 按照 九宫八卦的 样子 刻上去 似的 这块石头 四面 只有一些花草 并没有什么 树木遮挡 千万年来 一直处立 处立 处立在那里 经历 风吹雨打 不知何时 这块石头 痛了凌智 有了思维 开始吸收 天地 灵气 日月 精华 渐渐地成了一块 鲜石 忽然有一天 山顶传来一声 巨响 天摇地动 山上的苗兽 四三 笨头 对吗 等到 等到一切都 平息之后 有胆大的动物 四处查看 原来是山上 那块石头 碰裂了 露出一块 圆圆的石头 最后 花园 一个石头 OK OK So there's a big big stone on the mountain and one one day suddenly the stone split and there was a little stone coming out of that little the big stone and the little stone gave rise to the stone monkey 这时候 天生天阳 本领高强 更出世 就闹出这般大的动静 一张眼就从眼中射出两道惊慌 这两道惊慌 只冲天上 甚至惊动了天上的玉皇大地 玉皇大地 OK so the monkey well not the monkey king yet the stone monkey sorry came out of the stone and things shooting out of its eyes and it disturbed the jade emperor 玉皇大地 暗字称起 就到了我 这个这个 宝殿 OK 召集 召集众位先人 命令两元 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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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出乎 南天门 外查看 这两人 正写 千里言 和 顺风 尔 OK this is these are the names but one's one one presumably is good at sight and one is good at sound 他们出了南天门 一个看一个听 得探清 嗯 图号 不 不 不 我放 这 嗯 回到天宫 向 预地 禀报 OK 禀报说 OK 下属对上属报告 OK 所以 禀报说 OK 聚等 聚等奉旨 查看 在下届东盛 神州 奥来国 近海 有一座山 这座山 叫 化国山 山上 有一颗 开了 灵制的石头 孕育出 一个石头 这金光 是石头 眼里 发出的 千里眼 和顺风耳 知道 玉帝 心里 担忧什么 又 近年说 那 石头 吃了 凡间的 水和 食物以后 眼里的金光 自然就会 消失 玉帝 听了以后 也就 没把 这个小小的 石头 放在心上 自如 他 胆大 心细 而且 异常 聪 聪 慧 他 饿了就吃 野果 饿了就 饮泉水 每天和 一群猴子 一起玩耍 宿 夜晚 与 鱼群猴 一起 宿在 石牙 下边 就 那样过去了 很长时间 慢慢的 到了天气 炎热的时候 一天 春好 晚了半天 觉得身上 很热 便 一窝 风 一窝 风的 挤到了 一山洞 里 去洗澡 洗澡 也是 虚猴 出现了 出来了 虚猴 洗了澡 不热了 就开始 洗洗 正晚闹时 发现 那股 箭 那股 箭水 奔流 不息 是 穿流 不息 的意思 但是 又望不见 源头 不禁 勾起了 好奇心 于是 便 正先 空后 顺着 顺着 溪流 向山上 爬 想看看 那水的源头 在哪儿 爬到头的时候 猴子们 都 惊呆了 原来 这股 溪流 的源头 是一道 瀑布 那瀑布 犹如 一道 水帘 挂在 斗峭的 山壁上 水流 倾 泻而下 水声 震而 欲聋 有如 千军 万马 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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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势 十分 症状 症光 正当 群猴 吃惊 之际 一只 老猴 突然 起响 这只 瀑布 说 拿一个 有本事的 钻进去看看 又不伤 身体 我们就 拜他 为王 连 喊了 三遍 猴子们 面面相 这个 韩子 伯伯 人 吃 相见 对吗 面面相见 是 probably something like that 一个也不敢 应 正在 为难的时候 那时候 心中 转了几个 念头 突然从 草丛里 钻出来 应 应 那这 老猴的 要求 随即 咬紧 牙关 紧 闭 双眼 身子 一顿 纵身 跳进 瀑布 发现 瀑布 发现 瀑布后边 别有洞天 那天 没有水 却有一座 石板桥 桥下的流水 冲过石缝 倒挂下来 遮住了洞口 石猴走上桥头 绝建 桥那 桥那边是一个山洞 中间有一块石碑 上面 捐刻 这是雕刻 捐刻 土地 水 水 水连 洞 洞天 那个石洞非常宽 洞内 还有石 锅 石路 石碗 石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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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床 石凳 好像是普通人家的住处似的 但是对群猴来说 作为安身之地 正是再好不过了 石猴心中一喜 又原路返回 把里面的情形 对猴子们说了一遍 猴子们一听自己有了安身之地 也都十分欢喜 欢喜地跟着石猴跳过瀑布 钻进石洞 进洞之后 群猴一看洞内情形 也都高兴疯了 作出强占自己喜爱的东西 有的去 中抢石盆 有的去 强占石碗 有的去 露台上玩耍 有的在 石船上 打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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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 石猴提出 前面 刚才在洞外说的话 还算数吗 当时提议的老猴 连忙说 算算算 就这样 猴子们旅行诺言 将洞内物品 将洞内物品放好 然后一个个拜 什么 拜什么的地 灾地 拜福 上面来 让石猴做了大王 并经过商讨 决定称 时候为 美猴王 好了 他现在是 猴子王 那是 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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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是 猴子王 OK 群猴这样 就这样 在水莲洞里 扎下了根 月息息 一天 群猴正在 昏暗 美猴王 忽然哭了 Really? 猴子们 询问之后 得知 原来自家大王 触景升停 想到寿命不长 不能一直快活 所以心中 愁闷 猴子们也都 I don't know what's this character 都什么的笑容 暗自发愁 这是一个 一个通被 通被猿猴 跳出来 高声教导 大王不必烦恼 我听说 大千世界 古动身山之中 多有佛祖 多有佛祖 佛祖 大王可以 拜他们为师 学典本领 就能长生不老 长生不老 美猴王 听了 心中一喜 当即 决定 下山 寻访 先人 学习法术 猴子们 也都 又开心起来 do you understand so someone's come okay so the monkey king was a bit upset about not being able to live for a long time um alright and someone's like or at least some monkey slash ape character um has come up and said not to worry there is um a like an an immortal or something like that or a monk who is who is has this power you can go and study from him and then the monkey king as usual very um impulsive just like chung gone gone to study 第二天 猴子们 看树法术 学着 山间 猎人 的 方法 um ok 拼了个 小小的 法子 法子 uh 法子 I haven't studied this word what is this 水上交通工具 oh it's a raft yeah 用竹或木 边排而成 或用牛羊皮等 智囊而成 yeah it's a raft yeah it's a raft this is just raft 啊 移 移公 自家大王渡海 又 踩来 许多水果 放在 法子上 让每猴王 路上 食用 一切 准备 就 序后 猴王 词别了 后子们 开始了 防线 温道的 旅程 alright he's on the way oh there's the raft 法子 那就是法子 maybe it's more general than a raft in english 呼王 呈着木筏 呈着木筏 在大海中 不知 飘了多少钱 多少天 吃尽了苦 苦头 终于飘到了一个 前海岸边 正好是南瞻布州的地方 侯王起了木筏 爬上岸 正好碰到有人在海边捕鱼 他走进去后 吓得那些人四三奔逃 美猴王抓住一个跑得慢的 仔细看了看自己和他们有什么不同 然后学了他的衣服 也学那些人套在自己身上 但是因为自己太瘦了 所以衣服穿的身上 一些宽宽大大 摇摇晃晃 很可笑 美猴王却不管这些 他知道自己与这些人都不同 就进了城 看旁人是怎么做的 小心横防 学习说人话 学习人们的礼 也多亏他天资从影 行动敏捷 这才没露出马脚 他见人家都穿鞋 就去了一家卖鞋的店里 想脚双鞋穿 这店老板喜欢养鸟 有一只心爱的花美鸟 老板爱之如命 时刻带着他美猴王 这是 超 超 超准机会 夺到良相 叶子挂着鸟笼的绳子 往上拉 老板大进 急忙叶住笼子 等老板松手之后 美猴王再拉 如此两三次 老板就一直盯着笼子 不敢动 美猴王趁机用钩子 从老板后边勾住一双鞋 然后离开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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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it did he just steal the shoes 趁机用钩子 从老板后边勾住一双鞋 yeah so he's got like a hook and he's like I'm just taking those shoes from over there these are now my shoes so the monkey king has traveled to this new place on a raft turns out the people at this place are like humans and they're like oh no it's a monkey the monkey quickly learned to speak human but he discovered oh humans wear clothes so he started wearing clothes all right 就这样 美猴王一边走一边学习 有一天美猴王到了 四牛赫州的地方 建了一座山 这里山清水秀 风景秀丽 猴王心中很高兴 断定这里必定有神仙 猴王便沿着一条山间 小径往山上走去 走了不远 树林里传来一阵 隐隐隐约的歌声 观其荷兰 荷兰 whatever 伐木丁丁 云边骨口 我 什么什么 卖心 卖心什么酒 呃 呃 okay um 狂笑字 陶情 what okay so whenever you get into these kind of Chinese things that describe places for the first time it's full of all this sort of stuff um I don't know why it's like all sorts of crazy adjectives that don't come up except when you describe places 苍尽秋高 对 月怀松根 一绝 no 一教 一教天明 yeah alright I give up 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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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来 成一单 行 歌 世上 一 迷 三 生 I give up this is just nonsense to me 更 无 蝎 无 蝎 竞争 I don't know what that means 更 无 蝎 竞争 学 价 平 平 不 不会 鸡 谋 求 算 美 荣 如 美 荣 如 什么 诺 诺 蛋 眼 声 相 逢 如 非 仙 吉 道 经 坐 江 康 康 康 All right I have no idea what that means But all I know is he went to this place Some other place Where was it? 有一天 到了这个吧 犀 犀 荷 犀 And this is what it's like That probably means something more to I don't know People who are actually familiar with these words 侯 心中十分欣喜 更寻着歌声寻趣 猴王找到了唱歌的人 对他说 你一定是一位仙人 Not yet Right I don't remember 并坚持要拜那人做师傅 那人吃了一惊 问清楚侯王的来意之后 就对侯王说 我是一位普通的 Whatever that is 交付 以砍柴为生 那是什么神仙 又告诉侯王说 这里确实有神仙 那神仙是 是须菩提祖父 Maybe I'll look up that character I think it's something to do with Buddhism 然后 No, I did it wrong 草 然后这个 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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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 看到了吗 虚菩 菩提 菩提 Okay,这个 菩提 虚需菩提 祖师 菩提 All right I don't understand I don't understand What is it something to do with Buddhism 菩提 Where are we? 住住在那座 灵台 方存山上的 斜月三星洞里 侯王拜谢了 这个人 敲伏 就急急忙忙 赶往方存山 不久 侯王就来到了仙人洞府 前面 举一件洞门口 写着十个大字 灵台 方存山 写月三星洞 侯王不敢 贸然 What's 贸然? 金绿 金绿的样子 What is 金 Oh, maybe 金帅 No, 轻 轻 轻帅 I don't know I'm guessing it's just just botched in 不敢 冒然 敲门 只是一栋 前静静的 等候 不一会儿 洞门打开 里面走出一位 灵力的童字 明力 这个汉字 这个词汇知道吧 聪明明力 我认为 是拱力的力 拱力的力 是这个力 侯王急忙上前 讲明来意 心童 心童 Oh, okay 心童 So, it's like a child immortal or something like this 心童 打量了一下 猴王说 我师父正在讲学 忽然叫我出来开门 说有个修行的来了 想必就是你了 请跟我进去吧 说完转身进去 进去了 侯王身之 仙人本邻高墙 不敢大意 便整整衣冠 跟在筒子后边 进了仙人洞府 进去之后 直见在有人 直见正 直见正有一个人 端坐在讲台上讲课 旁边围着几十个学道的心童 All right So he's gone in And there was a I don't know A child immortal Who greeted him And the adult immortal Is giving a lecture To child immortals 侯王听了童子的回话 知道讲道之人 正是福体族夫 并连忙下归 客头对吗 客头 This is like 这样对吗 客头对吗 要须不提 要须不提族师 应该须不提族师 受他做徒弟 Alright So he wants to become 扑提族师 水不提族师 须不提族师 看了看猴王 便问猴王是哪里人是 侯王回答说 弟子是东圣神州 奥来国花国山水莲洞人士 菩提祖父听了却大怒道 Oh, this didn't go well 把他赶出去 OK 这种撒谎欺诈的人还学什么道 Oh, okay So菩提 thinks the monkey is lying 侯王不知道自己哪里说谎 只好连续归下课头 弟子说的全是实话 菩提祖父不相信 认为两地距离很远 侯王不可能是从东圣神州 奥来国来的 侯王仍然不停地磕头 弟子飘扬过海 吃尽了千辛万苦 才来到这儿 祖师看了看 佛王又问道 你姓什么 叫什么名字 佛王说 我无名无姓 也没有父母 是从石头里蹦出来了 OK 菩提祖师听了之后 心中大概有了底 又恰之一算 知道侯王将来要帮助唐僧 离经取 我 是什么字 离经什么难 去西天取经 就答应收 佛王为徒弟 OK So the immortal knows the monkey king's future and has now accepted him as a student 并给 佛王取名 孙悟空 OK So the monkey king now has a name 孙悟空 佛王自出生之后 无名无姓 此时得到了 菩提祖师的四名 心中十分高兴 历年刻头后谢菩提祖师 孙悟空拜师成功之后 每天和师兄们一起讲经 陈陈道道 闲的时候就打扫 打扫庭院 不知不觉 六七年过去了 有一天 菩提祖师 灯塔讲道 弟子们都在下边 聚经会神的听讲 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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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提祖师 讲道实在精妙 孙悟空听了之后 心中十分开心 不觉不觉的 不觉不觉 就开始 就开始 手无足道 菩提 祖师 见了 就问 孙悟空 为什么 不好好听讲 孙悟空 说是因为 听到的精妙之处 情不自尽 情不自尽 菩提 祖师 问孙悟空 来这儿多长时间呢 孙悟空也不知道 多长时间 只记得自己 常去后山打柴 后山上的陶树 结果 这个是一种 这些 rare cases 结果 桃树结果 他吃了七次了 菩提祖师说 那山明 患烂 逃生 你既然吃了七次 想必是七年呢 你想要从我这儿 学些什么道呢 之后又将 术 流 静 动等 道法 讲给孙悟空听 孙悟空问 菩提祖师 学这些有什么用 能不能掌声 能不能长声 对吗 live long 听说这些道法 既不能长声 又没有什么用处 便不想学 连人摇头 菩提祖师 假装生气 说 你这泼猴 这也不学 那也不学 究竟 想学什么 说完 用戒指 在悟空 胡上 轻轻敲了三下 so it's like beating beating him with a ruler right 然后 背着手 走进房里去了 菩提 菩提祖师 离开之后 众师 胸 不 no 众师 胸 都 责怪 孙悟空 不该 惹 师父 生气 但是 孙悟空 明白了 师父的用意 心中 暗自 高兴 OK OK So what happened maybe I'm supposed maybe I've missed the point of this so it sounded like OK so the monkey king was like I'm not studying this I'm not studying that I want to become immortal um and so OK so 菩提 Zu shu pretended to be angry but apparently he's not angry I'm not sure why 此处 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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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 in faa jishu yue du de sing shu Putti Zu 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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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we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basically it's not because i didn't understand it's because i haven told us 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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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门外 走近一看 那后门半 半延半开着 孙悟空跟 扎肯定自己的猜测 孙悟空轻轻地推门进去 抬头一看 见菩提族师 正背对着自己 躺在床上睡觉 就不敢打扰 静静地跪在床前等候 菩提族师行后 见了悟空 心中了然 并暗自惊讶 这猴子真聪明 明白了我的意思 不过让我再来试探 试探它 免得它是因为 其他事情才过来的 菩提族师故意问道 你这坡后 我这个坡名字 那坡后 我好好睡觉 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孙悟空归下 不是 师父你叫我三更从后门进来的吗 菩提族师心中很高兴 因为孙悟空真的很聪慧 明白了他白天的举动 所蕴含的意义 就把七十二遍的口诀 传授给了悟空 悟空牢记在心 从此之后 日夜勤家修炼 没过多久 他就把七十二遍 全都学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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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the teacher when 菩提族夫 hit the monkey with the ruler three times it was some subtle communication the monkey worked it out and now and now the teacher is willing to teach 孙悟空 this 七十二遍 72 changes yeah I don't know what that means maybe I will find out soon 后来菩提族师 见孙悟空 那么勤奋好学 心中十分赞赏 他又决定 把 宫斗云的口诀 传说给 悟空 okay so what is this I think this is the ability to fly on clouds it's not something that comes up in everyday writing oh okay oh okay jindou yun okay this jind is um tendon is it no the character yeah tendon muscle tendon okay jindou yun jindou yun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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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s wrong the monkey king cannot fly on every cloud it's just his own personal cloud he can fly on okay 后来 maybe I'll start again 后来 菩提族师 见孙悟空 那么勤奋好学 心中十分赞赏 又决定 把 筋斗 yun 的口诀 传授给 孙悟空 这 筋斗 yun 可是一项 了不起的法术 只要 只要 念动 真言 一个 筋斗 就能 十万八千里 what is jindou is jindou a word not jindou somersault tumble okay so if you say the right word the magical cloud will somersault like this is like across China basically 这天 菩提族师 问孙悟空 道法 修炼的 怎么样 孙悟空说 多谢 师父 教导 弟子 现在 已经 会飞了 菩提 菩提族师 就让 孙悟空 飞下 看看 孙悟空 表演了 一下 菩提 族师 笑着说 你这不算 是 藤云 驾雾 只能是 爬云 爬云 真正的 藤云 驾雾 可以在 一天之内 将四海 游便 孙悟空 想 这个太难了 All right So he didn't instantly master the skill 半步 半步上 半步到 半步到 菩提 族师 却说 世上 无 难 事 只怕 有 新人 So did this this is a very very common saying 世上 无 难 事 只怕 有 新人 So is this where it comes from maybe I've heard this like several times it comes up on the exam as well 菩提 祖师 还亲自 给孙悟空 示范了一下 直见 菩提 祖师 念了几句 咒语 一个 翻身 就 不见了 踪影 孙悟空 用手 搭棚 积目 原望 却看不到 敌提 祖师 的 踪影 一会儿 菩提 祖师 从 原处 飞过来 递给 孙悟空 一个 桃子 不是 一个桃子 对吗 并告诉他 这是 从 孙悟空 的老家 画过山 摘 来的 孙悟空 一天 十分高兴 眼睛一转 心中 转过 一个念头 我要是 学会了 这项 本领 那 岂不是 想去 哪儿 就去哪儿 孙悟空 那么一想 就跟 愿意学习 这项 法术了 就这样 菩提 祖师 就将 金斗云的 口诀 传给了 孙悟空 好 好 好 the master was able to instantaneously fly to 孙悟空 的 hometown right and he's like here's a peach from your hometown to just go oh right that's really cool and now 孙悟空 is really excited right 一天 一天 师兄弟们 在一起玩耍 大家就 骑红叫 孙悟空 演一下 自己学习的 法术 孙悟空一高兴地就同意了 决定表演一下七十二遍 决见孙悟空念动咒语 将身体咬变成了一颗枝繁叶茂的轻松 一点都看不出本来的面目 哦, yeah, I remember this, actually Like,孙悟空 can turn into things So he's turned into a green pine tree Does he really turn into a pine tree? 师兄弟们一起喝其才来 却不料一下惊动的菩提祖师 菩提祖师出来看,很生气 OK, this time he's actually angry, right? 他把悟空叫到房里 狠狠地叙赤了一顿 你学了一点本领 就在人家面前白弄 这要惹祸的 OK, so you shouldn't show off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 right? 最后菩提祖师 又叫悟空回花果山去 孙悟空闻此言 言中寒泪 苦苦哀求 想留下来 祖师就是不答应 说你我之间并无多少恩益 你只要以后不惹祸 不前年我就行 悟空没有办法 只好含着热泪 再三败泄祖师 与众人会类告别 与众人会类告别 然后离开了 邪悟三星度 Oh, he's going But he can now transform into things Oh, and he can fly on a cloud OK, 临行前 祖师又再三叮嘱悟空 你这一离去 以你的性格 肯定会柔和 所以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不许说 你是我的徒弟 你要敢说一个字 我就叫你万切不复 What does it mean? OK, so maybe we'll keep reading and then we'll get back to that 孙悟空急忙说 弟子不敢 绝不会提起师父一个字 只会说 是我自己生来就会 孙悟空离开了 邪悦三星洞 念动真言 办了一个尖斗 回到东圣神州 不到一个时辰 就回到了花果山 还远远地看到了水连洞 All right, so he's left the master's kind of angry at him for showing off his skills for flexing and so he's kind of banished and he says do not say that I taught you these skills so what's the explanation here for jiao cheng 世界从生成到 回灭的一个过程 为一动 no 一 what is this? what is this character? let's go look it up me i jiao cause i jiao Tyu yo i jiao i jiao I jiao i jiao i jiao 마음 i i jiao ijiao 的节 so what do you think this means 过程为一节 万节就是 万事的意思 你万节不复 节永远不能恢复 I don't know so the master is kind of threatening 孙悟空 in fact we read the first chapter how many chapters are there in fact it's probably a good julian oh is that it 25 so we read the first one of 25 that's not too bad I thought there would be a lot more all right let us call it a day on this one just over an hour that's fine 谢谢大家 来观看 what should be remember to like like and subscribe and all the usual routine 请给我点赞 请赞 那个方式 下期聊 拜拜 bye